与日本贵宾互换礼物 高雄市长陈菊 出席台日双边材料科学研讨会 希望为高雄产业找到出路 在国际竞争的情势 包括环保意识的崛起 我们传统的金属 跟整个石化产业 务必要升级 或者我们会有一个沉重 来自民间的负担 面对空污 环保意志抬头 高雄的重工业必须转型 今年八月高雄市府团队与学者 一同前往日本取经 希望未来能专注在开发 高职高机能绿色与环保材料 我们期待明年的九月 材料国际协议正式开班 为我们南台湾培养 优秀国际材料的人才 也希望未来材料国际协议 是台湾材料科技领域 接轨国际的窗口 培育人才还要建立研发专区 重工业转型升级 不只是为了高雄的环境品质 更是为了产业竞争力 华语新闻林维凯克皇民 黄云成高雄报道